赵子龙大战典威,二马相交两人之一伸手,就露出能耐的高低来,典威武艺高强力大绝伦,赵云也不白给,这条枪神出鬼没,招数惊喜,一伸手三十几个照面,没穿出输赢来。 单说刘备刘玄德,领着两千马军在后面看着,刘备一想,不行,今天这个机会难得呀,如果耽误的时间长了,曹操的军队四面八方将自己包围,要想往里头闯就来不及了。 不能耽误工夫,刘备在马上分飞一声,来啊,开弓放箭! 一声令下,见如语发,点微离点要劲,抵挡不住,望左右一山。 赵子龙和刘备 这才闯过崇伟 来到徐州的城下 那时候徐州太守陶千 早就得着报告 带着梅珠登梯楼进行瞧看 一看一伙的人马 亚赛虎汤狼群一般杀到城豪的边上 一面黄旗顺风招展 上面秀着字 平原刘玄德 哎呀刘时军来了 开车 放下吊桥开关落索 这才把刘备子龙 以及率领的众人接近徐州 城门重新关上 到了率堂之上 陶公主非常高兴 拉着刘备的手 把刘备让到率堂上头 射酒款待 双方的一谈话 陶公主发现刘备 不但人长得一表堂堂 而且语言豁达 哎呀这个人太阔了 陶谦不脚心里的一动 梅珠把徐州 燕牌却来 连大印在将领兵服 却拿过来 刘时军 啊 汉时不幸 天下大乱 老父韬铅 年老昏庸 不堪重任 徐州户口百万 落到我手中 老百姓 跟我受临背 刘时军 你乃是汉时的宗亲 当事英雄 老父 打算把徐州 让于时军 你看如何 来呀 你就把令箭 大印接过去才是 呀 刘备一乐 老爷子 您这是干什么 难道一说 你怀疑我刘备 征程占地 有春病徐州之心不成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自古无德让有德 时军 还是以国事为重 你答应了吗 不行 刘备推案而起 我说 曹时军 我这一次来 为大义而来 解徐州之为 并非为征程占地 如果你要有这种心 刘备 愿死乱刀之下 至此我不能答应 你推我让 两人争了半天 梅珠在旁边过去 我看 这么办 双方不要争 兵临城下 将至朝鞭 大敌当前 争也无一 等兵退之后 咱们再商也不晚 曹前哲才点头 把徐州的硬牌收起来 跟刘备一商 刘备说这么 先离而后兵 我给曹操写了封信 他要能听我的话 收兵撤队 比什么都强 如果不听 再战不迟 曹前点头 准备了文房四保 刘备给曹操写了封信 命人出城 到曹操的联营下树 单说曹操 聚文武正在大仗议事 有人说有瞎说 曹操眼睛转转转 把书信拿来 书信拿过来之后 曹操展书观看 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 刘备是这么说的 平原令刘备 百败于曹大将军末下 自从关外得见尊严 似后天各一方 不及驱逝 向者 尊负曹侯 誓言张凯不仁 以致全家被害 非逃迁之罪也 尤其现在 则寇摇乱于外 离角国寺盘踞于内 望将军 先国家而后私仇 解徐州之为 天下兴慎 徐州兴慎 曹操把书信看两遍 呃 呸 嘲嘲气的 把刘备这封信就给撕了 刘宣德 直习范吕的小贝 竟敢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 而且书信之中 多有计讽之意 这还聊得 啊 把来时 杀掉 给我点队 攻城 把曹操可气回来 可话刚说出来 随军的参谋 郭家 郭奉孝 赶紧站下 起码 将军起码 啊 为什么拦着 哎呀 将军 刘备 也不是好惹 这个人先离而后兵 人家不算不对 那么曹将军要把来时的斩了 恐怕与名声有染 我看赞板 应当款待来时 以好言安慰 您再写封信 这封信里 多说好话 以慢刘备和曹千的军心 心把他稳住 然后突然进兵 徐州可破 刘备可勤 总比这么做强的多 嗯 好吧 曹操刚点头答应 就叫外面 一马倘宽 报市的拦协 从远路来 滚得安下 卖大步 跑进大帐 报 报曹将军 大致不好 曹操一见大惊 一瞅不是现在的人 是在延州府家里他来的 报警何事 报告曹将军大事不好 延州丢了 让吕布把咱家给抄了 哎呀 这一句话 曹操是魂飞天外 文武众将 面面相关 是呆若目击 可要了 曹操一听 吕布把我家给端了 这下在哪儿端出来 当时据谋什么一伤 郭家说正好 将军哪 正好刘备来解围 你卖个人情 给他回封信 就说听了他在劝 我们撤了兵了 然后赶紧回延州 去战旅部 把家夺回来 这是最主要的 对 延州一定我无家可归 这还了得 曹操借这个机会 款待刘备的使臣 又写了封信 把债情点队回眼中 哇呀 这冰车 咱说使臣 拿着书信 回到徐州 面见刘备 面见陶仙 陶公主 接过书信 一看 嘿 还得说人家刘备 面子重 你指知书道 那块曹操几十万军队撤了 能不高兴 报 报告刺史 曹兵果然全部撤退 都走了 这才桃贤 吩咐一声 大开城门 普天同庆 全徐州庆贺 又把北海太守孔荣 阳外的这人 全都接近城里 官章二将也到了 陶公主乐他 吩咐一声 杀牛仔马 犒赏三军 不但招待刘备 而且要招待所有众人 和徐州城 翻天覆地 咱不必吸收 在酒席宴前 酒过三军 菜过五味 陶公主站起来 众位 老妇 有一言出口 众位不知道 愿意听 不愿意听 公主 有话请讲 我等席儿恭听 有话你说 淘谦口打嗨声 二 众位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汉实不幸 现在全臣党道 天下分崩离析 我这徐州也是一样 必须有德之人 掌管州郡 淘谦老迈昏庸 不堪重任 我打算让贤 把徐州剑牌 让与始军 刘备 刘宣德 大家看看怎么样 大家一听 对 太应该了 应该让给刘始军 北海 太守孔荣 也鼓掌赞成 理应如此 好前二次把徐州的硬牌取回来 双手捧着刘备 刘备一看把嘴一脸 哎呀 使不得 使不得 始军 方才我已经拒绝过一次 被 此次有点平原感和徐州 是为大义而来 结尾 那也是我的本分 绝没有贪图 占领周郡之心 使军 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 哎呀 刘将军 难道一说 你不可怜老父 又不可怜 虚州百万人口不成 使军 自古有道 法无道 无则让有得 凭你的才干 管领周郡 超超有余 还是答应了 不不不不 我至死不从 官女的后子站着不爱听 大哥 既然使军出于制成 您就答应了 张飞也不爱翻 大哥 要不是咱抢他的 要不是咱非要不可 老头子既然给他们 你就答应了就得了 刘备把锅子一拍 你二人欲炫我欲不一言 这种事情欲用至死不应 使军 你让一旁人 我是实在不能收 哎呀 陶前把嘴唇都摸薄了 刘备是说什么也不要 越不要显着刘备的人格越高尚 那时候那人 见利就取 有几个像刘备这样 梅珠在旁边一看 这样啊 我看二位不用争了 刘夕军 离着我们徐州不到五十里 有一座沛县 这座沛县虽然没有徐州地方大 足以养兵 我看是不是您便回平原乡 就在此驻兵 以为徐州的生员 你我两家可以互相帮助 你看如何 所以 陶前也再三挽留 既然你不接徐州的硬牌 再派一件 可以了吧 我供你量 供你米 用什么东西 我是给什么 一旦徐州有危险 你可以帮我的忙 我可以帮你的忙 关于张飞 再劝大哥 刘备没办法 好吧 恭敬不如尊命 被尊命了 打这刘备答应了 带着关于张飞本部人马 从兵派宪和徐州合作 常山赵子龙一看 唯已经解了 跟刘备告辞回北平府 临走之时 刘关张哥仨送出百里之外 恋恋恋不舍呀 刘备还哭了 刘备还哭了 子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赵云也掉了眼泪 石军啊 石军啊 我只说北平太守 公孙赞 盖世英雄 结果我们相处几年 也是庸庸碌碌之辈 不过大将不保二主 如果日后北平府有了变化 我子龙必与石军在一起 左右不离 刘备频频点头 这才啥类分别 赵子龙回北平府带人马交差不提 划分几方案 恐龙领着人回到自己的北海运 别人都走了 单人说曹操 曹操这一撤兵啊 分手下马步军兵 奸诚而去 看不能泪声双翅飞回眼珠府 路上他还显着呢 这吕布在哪儿端出来了 把我的眼珠给占了 曹操 我让你看家 你这个家怎么看的呢 他心里都着急 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回眼珠府 那么吕布怎么袭击着眼珠呢 前文书他们说过 王司徒桥定连环地 吕布刺思堵拙 后来离脚郭寺到长安 这才把吕布给撵走 吕温豪带着自己的家属无处 偷问 出了成了问哪去呢 哎 偷袁树 就这样吕布 率领着家属 赢问淮南寿春 前来偷袁树 袁树接着同事一听 怎么着 吕布要来啊 不行 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 我养他如同养狼 闭门不见 吕布碰了一鼻子灰 人家不收自己 莫回头来 到冀州又投袁绍 袁绍原本出一想 吕布当时的英雄 勇冠三军 把他收了也没什么不好 答应 把吕布收到祭祷 这一收下来 当然得用它 邓岸上让吕布领兵带队 凭长山的张燕 吕布大获全胜而归 这一得了胜仗了 吕布当时就妄图索喜 得意妄行 吃酒带醉 打骂袁绍手下的士兵 袁绍充冲冲大怒 这还了得 你得了这么点 胜利就怎么样 将来你要打得大胜仗 你眼里还有我袁绍 命令燕良文丑 要杀吕布 吕布文信之后 吓得连夜 带着家属逃跑 在外的漂流了不少天 最后又到太守张淼那个地方 求太守张淼 大家也把他收下 张淼疑惑不定 正敢在这 张淼的兄弟叫张超 张超有个好朋友 叫陈公 陈公财 就咱们前者说 卓放许殿放曹操那个陈公 张超带着陈公来筹张淼 他们一商议就提到吕布这个事 陈公插话 二位将军 吕布盖世豪杰 不能不要他 现在曹操曹操元征在外 攻打徐州 他在家里的延州空虚 将军可给吕布一支人马 让他袭击延州 把延州府给得过来 威震山东天下可图 霸业可成 盖世之功 将军不能不想 对 张淼被陈公的一片言语给打动 命令吕布领兵一万 以陈公为参谋 骑兵赶奔元征府 吕布心里的高兴 有人把自己收下来 能不卖门力气吗 带着陈公蒋兵一万 夜席元征元征府 曹人大败 就这么着他站在延州了 不但站在延州 吕布一高兴 把附近十几个州县 浦阳青州 都给站 曹子的家就有三个县 没被他站 要不就都滑了 曹人带着寻遇寻忧 设四季保住三县 这才多少有点地盘 这一次曹操领兵撤队 杀我一眼中 吕布也得着报告 吕布一听回来了 回来好 我正找你不找 拿你不见 心里高兴 来啊 雷鼓就下 咕 鞭鼓声响亮 篇幅将参将 牙将 昆明侠量 连参败旅目 单力量向 撤 哇 各位将军 现在曹蒙德 领兵杀奔严重 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我愿各位将军 人人奋勇 各个征心 自行上前 不许后退 为令 则斩 另外 听我的安排 薛兰 李峰 听的 斩 斩 两员大将过来 我给你们俩 一支令箭 命你二人 领兵五千 死守这座 延州府 我领兵带队 赶奔浦阳 咱们双方做 脊脚之事 听见没听见 是 走吧